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热火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瞬间成招盘 买卖单行销 当冲 隔日冲 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 顶尖好手正面对局 早上九点 锁定非凡商业台 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王可迪的节目 刚才这个稍微作业有点耽误到 所以说排除一下 大阪今天继续涨 这个跳空出来之后呢 这一根昨天的长红带量 今天量缩下去 可是还是有一定的规模 就代表这个行情呢 是有点在轄空手了 川普的讲话 对贸易战 习近平的两边 如果稍微有点善意 全球股市都受激励 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 震荡走高格局不变 变成有点轄空手 6月10号我把这张表格 给各位观众看 贸易战是B站的转机股 现在贸易战降温 B站或是降温 这个都没有变 这个都没有变 因为华为确定是被美国抵制 三星一定是有最大的 怎么样抢单的能力 甚至有一点点 在7奈米的部分 它也投入了EUV 极紫外光的技术 它要跟台积电相抗衡 未来10年 它最少要投入1100亿美金 超过3兆的韩元 要发展非记忆体晶片 跟晶圆代工这一块 因为记忆体一向是三星的天下 技术量产实力量率 通通都是 甚至有主导市场价格的实力 那它如果要去抢台积电的订单 在7奈米 28奈米以降全部都是高阶制程 它非得提高量率 要投入很多的资本跟研发 EUV极紫外光 这个技术是一定要用到的 它现在在抢了NVIDIA的订单 在接下来是针对超微 超微现在是对台积电投片 那华为呢 华为旗下的海四半导体 晶片设计呢 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所以这个将来好戏还在后面 三星供应链 操纵双红旗红最强 从上个月底 5月底开始 一路强到现在 我都会给各位看 分段上涨的表格的指标股 但5G需求有没有变 没有 任何一档股票在这里面操作 只有涨多涨少的问题差别而已 你要控制持股档数 你要做到主流股 你要有资金的分配 虽然标的都选出来 但至少要确定两件事 第一个 你要知道是做多的 到今天开始做多 还有标的 可是节奏上来讲比较晚 强者很强的股票 价位一直垫高 像散热这一部分 像PCB这一块 你就算再看好 可能你下不了手 或是你买的话 你也不太容易进出 成本高了 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落后就补涨吗 如果落后 而未来的产业主流 那你就不要管 它是不是补涨 它就算是涨 它也不算是补涨 它只是发动的时间 轮流来而已 不要因为只是单纯 K线低就去买 所以确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做多 第二个怎么分配 资金怎么分配 我每天都跟各位讲 专业是看预告 诚信 看证据 每一档股票 这个涨幅 你说这个涨了30% 涨30%不等于赚30% 昨天 今天 动的标的不一样 昨天动到了工具机上银跟亚德克发动 今天动到了被动原件 国具 华星科 奇力星 每天的节奏不一样 有的很强很强的 强者很强的 还是会继续涨 可是我知道一般人可能买不下去了 超纵 太硕 这个涨幅很可观 跟大盘不一样 大盘是上去下来 重新 这边还没过前高 主流股 五六月 五到六月跨越反攻的顺序减表 这是我今天在盘中 做电视解盘的时候 上的图卡 下午现在四点这个节目 我也给各位观众看 这次刹到10277点 10227点 我们从10300点开始算 破底翻扬开始 300点 10400点 10500点 10600点 10700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带量反攻的主流股 这张是经过最新的 用这张好了 效果做得比较好的 这张 这些标特别颜色的 是显示什么 同一档股票是在10300 400 500点 600点 它全部都经历的 主流股它都有跟着涨 台积电有没有 台积电10300点有带动大盘 反攻 在接下来 在10600点再动一下 所以它的形态不一样 它形态不一样 它不是这样延伸的 纹帽 从跨越开始 一路上来 星星 散热的 一路上来 一路上来 所以10300点的时候 跟着大盘 带着大盘一起反攻的 台积电联发科 双红 纹帽 猩猩 真领 KY 联帽 PCB的这一块 散热的泰塑 超纵旗红 台光电PCB 对不对 铜箔基板 预晶光 400点的时候 大力光 纹帽 双红 一样 散热的 联发科 10500点的时候 大力光都还在 有没有 然后开始动到哑光了 10500点 10600点 10700点到今天 举例来讲 创高 不知不觉 这两天涨的 连续涨的 上瘾 雅德克 便宜的股票还一大堆 要选的标的还有很多 你怎么样把资金去配置 10700点 也就这两天的事情 多了什么 华星科 奇力星 信仓电 国具 被动元件 雅光上瘾 雅光上瘾 同波基板 联帽 矽晶圆环球晶 光群雷射 这是光群雷 不是光群电 真顶KY 今天突然一根长红上来 好 强者很强 这个大家已经买不下手了 可是可不可以操作 其实还是可以操作 这个价量奇阳 散热族群最强势的指标股 它的中期回档切线呢 它是切线修正 它没有假破 双红 5G散热 强势的主流 强恒强 价量奇阳 这个是中期修正 是假破线 很凶险 有没有 你看 每一波每一波的量 越来越大 这个在台股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台股常常没有量 超重 强势的散热主流股 我上次在电视公开解盘的时候 是在这边叫大家买进的 95块 可是你看 它分的两段的走法 你要操作不容易 你要不然就抓到一波 你要不然就抓到一波 不然你后面就是怎么样 震荡或是压回 你买错点的话 就会赔钱 当然如果撑到最后 现在要接近创高 这是一个假背离的修正 它跟双红不一样 它这是属于假背离的修正 中期修正 两次都破线 你只要碰到技术面 有破线的 不管是真破线 还是假破线的 它就算是停留个两天三天 你就要 决定到底是要不要停损 如果你买错点的话 但如果说你知道 两个重点 第一个 基本面 未来是强力看多 筹码面其实 并没有技术面那么差的话 有些股票你就得怎么样 扫破线之后出进场 去买进 因为台股有太多的技术面 会被假做掉 做支撑 破支撑给你看 做压力 突破压力给你看 让被嘎空的最后一口气 把你嘎到上面回补 强迫回补 让做多的 在撑不到最后一口气 撑不过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刹破线停损的时候 让你停损出场后反转 因为台湾 台股是很潜跌型的市场 你只要碰到非全职股 特别是中小型电子股 你常常会出现那种 短线上跟你的K线形态 K线理论背道而驰的走势 破线后反转 突破后杀回 这是台股 6月10号我跟会员报告 量增开始买股 要等嘎空的话就要加码 6月10号的时候 是关键 这个地方大家比较观望 6月10号在这里 等嘎空要加码 嘎空在哪里 嘎空在这里 突破了 买得低 其实没有比买得巧 买得准确要好做 买得低的话 其实你很容易震荡就洗掉 一发动点 瞬间你买到的话 你的信心就来了 短线立竿见影 当然大家都喜欢 可是你怎么去布局 量数的时候可以观望 一出量瞬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时间点 先进广告等会回来 我们继续讲解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专业开预告 诚信看证据 我顺便讲一下 我每天都会讲的一句话 你在经济上看到我显示的 任何的分析 还有交易的呈现 如果是有任何作假的话 我就赔一百倍会费 你可以 把王给你讲的这个标准 拿去做其他节目的比较 这次能够从底下买上来的前提 是前面要先除四月底 这是公开分析的 有盘中的证据的 公开电话连线的 四月底 五月二号 五月七号 五月八号 继续减码 都可以卖在这里 这里 这边是五月份 你只要在这边卖一万一千点 这边要怎么买都好买 对了还可以再加码 节奏是要往上 不是看指数 指数在一万零五百点上下 你买在这里的话 免不了你要停损 破线 你买到这里的话 一直往上 就算是只有两三百点的距离 你做对的股票你可以赚钱 赚多少先放旁边 是你的节奏要踩对 上赢 价量走空 等着破线减便宜 破不破 技术面筹码面决定 它一翻扬的时候你就要出手 反正已经够便宜了 雅德克翻转向上 我每天都跟各位讲的 都不是马后炮的 都不是马后炮的 这里面不可能每一档都买 我也不是散蛋打鸟 我把可以的选项 好的股票列出来给各位观众看 你自己做参考的话 有你自己的选择 你看你的K线 你有你的方式 我带会员 有我的选择跟我的方式 我一个人带这么多人 我会通盘考量 成交量太小的股票 没有办法给每个人操作 最少要有一定规模的成交量 而且我做的都是龙头股 国具336 最近一次特惠的话 出清336 市价出清约336 一定要有这种证据 盘中的价位 如果做假赔100倍会费 336之后下去 我说等着减便宜 262 这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已经提出来跟你讲了 配息45元 现在殖利率大概16%左右 16.7% 消化固存利空顿化 真的要买的话太便宜了 外资这个月已经开始在回补了 但前提是336要出 4月11号 4月11号 在这里 336要出 不然这一段怎么办 华兴科212出 同不让会员 小创高 市价出清一次 4月11号 4月11号在这里 这里出清的 没有卖到最高点 但是出清之后 你看后面是这样 出了大量的买进 要买的话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配16块3毛 现在驾动率只有40到50% 这些利空通通都在顿化 包括消化库存 119 215 136 233.5 146 165.5 这么久的复合式的底部 但前提是212出清的 上一次 华兴科 小创高市价出清一次 4月11号 212 现在是165 至少还有个50块的价差 接近 康控KY 上次从166.5 杀到150 跌破155的时候 差不多150的时候 我在电视公开分析 叫大家出 一定要出 我说这个主底失败 就现在延长到现在来看 你看这是在扩底 这是去年12月的事情 一晃眼 半年过去了 超过 这边扩底是带量 还是再怎么样 经过压缩 真正完成底部是在这里 今天这根长红才是底部 144掌停板 所以你只要避开这一段 这一段也杀了超过50块钱 很可怕 杀到90块 91块 这地方 断了很多怎么样 融资 断头 环球金 348出的 299的时候跟各位讲 等反转再买 环球金 348出的 环球金小掌 试驾出清一次 4月17号 4月17号出的 不然的话后面这边怎么办 就像国具 前面这边不出的话 后面这边怎么办 就像 这个地方 不出的话 后面这边怎么办 华星科 被动元件 台积电 我跟各位讲要做多 前提是260人要出 去年的9月17 当时外资喊三字头 那时候出在这里 这次打来这边 跟各位讲是要买进的 打下来找买点 236 236这边要找买点 在这里 日月光头控 头控可以买进 昨天拉一根 今天停顿 联发科我第一次出手 248 在这里 这次要回档 我跟各位预告 逢回做多 等一等 拉回都是买点 你要等它修正 这边我说要回档 它就回档在这里 这地方的量缩下来 联发科还要再等一等 另外一次买点 文茂233出 后来最低 这边是151.5 任何这边拉回震荡 都是买点 我已经跟观众报告了 这种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然后在慢慢震荡 震荡震荡 走高的方式跟真领KY很像 有没有 它不是断断断很快的 它一直黏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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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 可是标的好不好 第一指标股 基本面最好 未来5G发展一定要 生化夹的文貌 软板 手机软板的这个真领KY MPI跟这个LCP的技术 iPhone一定会采用 它要发展5G的手机 一定要用到这些东西 现在最新的间谍照出来 对不对 iPhone 11 一个方形的三镜头 史上最丑的什么iPhone 它不管丑不丑 这个果粉是一定买单的 功能一定会非常强大 星星 这个打回来这些才是真正的买点 看到没有 台骏 打回来到这边这个才是买点 有没有 可乘367较出的 最低打到182 367很远 367非常远 367非常远 可是我跟各位讲 破底番可以找买点的 217 可乘的话呢 今天是223 郁金光 532较出的 532很远 在这里 最低 讲完之后 最低打到162 下来 532这样下来 做了双底之后告诉你 363是买点 今天收在多少 386.5 亚光 十年磨一剑 这要做多的 短中线超跌了 6月10号 6月10号 6月10号在这里 G加P 对不对 极限小镜头 应用主流 5月30 还不用急 74 5月31 74 很多回过来找我的老会员 这次带你买74 81.1我再加码 跟你讲没关系 81.1再加码 6月13号 在这里 在这里 这是亚光 短线的走势 从这边开始 我跟各位讲 超跌了 我再讲一次 各位观众 我给各位看了任何预告的东西 很多东西分析 你不可能每一档都买 不能乱枪打鸟 但是我只要显示 我的买卖的 时间价位 如果这种东西有任何是做假的话 我就赔100倍会费 今天的节目之前 你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怎么判断 什么时候该收手 什么时候该加码 第二个 你的资金怎么分配 祝大家顺利 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先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